伊蘭地區整天雨勢不斷 更是出現了十級的強震風 風牆雨大又適逢漲潮 投城大溪雨港海水淹上岸 幾乎和路面平行 市區也發生了多起大型招牌掉落的災情 縮性沒有人受傷 還有電線也被殘峰吹斷 一度造成超過六千戶停電 而高工局稍早也宣布 為了要確保行車安全 封閉國道五號投城蘇澳雙降路段 一波波大浪不斷推進 潮堤防上拍打 海水更蔓延上岸 接連有民眾騎機車經過 都盡量離岸邊遠一點 就怕被波及 由於大雨不斷加上漲潮 宜蘭大溪雨港舊港一旁的道路 全被海水淹沒 難以通行 海米颱風步步近逼 宜蘭風牆雨大 一度出現十級強震風 南方澳有餐廳的招牌 被刮落 橫倒在路面 也有賣場的大型招牌被吹垮 壓在停車場的鐵皮圍梨 還有大樓的磁磚也散落滿地 警方趕緊封閉道路 所幸都沒有人員受傷 路旁電感的電線也撐不住 被強風吹斷 一度造成宜蘭市 縱委等地有超過六千戶停電 排電人員趕緊派員搶修 三星的農民也冒著風雨 搶收三星蔥 希望能夠降低損失 現在每公斤已經達到兩百零四元 未來恐怕還會再漲 而颱風已經為宜蘭山區帶來驚人雨勢 太平山二四號累積雨量 已經突破五百毫米 就怕豪雨沉災 公所緊急撤離山區的民眾 其中殷氏村的部落位在土石流紅色警戒區 因此警方協助預防性撤村 將兩百多人送下山 而國軍也派出兩棲突擊車 進駐到蘇澳鎮公所 準備隨時支援 以降低災損確保安全 記者林靖倫 蔡惠寧 郭俊玲 宜蘭報導